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争端 中共态度之强硬和对峙时间之久 令许多人始料不及 不过有学者表示 中共的强硬态度 与过去一年来高层的权力斗争紧密相关 同时一项数据显示 去年赴日的外国游客中 中国大陆游客人数却是历年最多 继日本方面指称 中共海军舰艇使用火控雷达 瞄准日本舰船和飞机后 中共各大军区的海陆空和二炮部队 连日来加紧备战 14号 共6艘中国海监船编队 继续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而中央电视台首次以直播的方式 高调曝光船队巡航 以及近距离拍摄钓鱼岛的片段 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消息说 海监50船曾要求附近日本船舰 离开钓鱼岛中国领海 而据日本新闻网报道 日本自卫队日前与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加州彭德尔顿基地举行联合夺岛演习 模拟钓鱼岛遭占领后 日美联手夺岛 50名陆上自卫队员 更首次搭乘美国鱼鹰运输机进行空降 打不起来 所以他们高调宣誓 一是对内对内的争取民众的支持 这就表示越强硬的国内的民族主义越支持它 对外呢有抗衡美国的意味 估计中日还要恢复以前的正冷精热 在政治上高调的很大喊沙 在经济上还有密切的合作 美国之音的报道引述日本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的话表示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计划 演变成国有化事件 是中日岛屿争端的导火索 但同一时期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权力交接 激化和深化了中共与日本的矛盾 松田康博说 中共的权力交接绳在继续 一直到今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 一些部门主管官员看着上级的脸色 纷纷猜测 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强硬政策 因为在权力交接时期 人们往往选择比较强硬的外交政策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武凡指出 即使在两会后 中共的内部权斗也一直存在 所以钓鱼岛问题和权斗有关 但不绝对 更大的是民族主义 因为这个老百姓压着他们 民族主义是共产党把它掀起来了 现在老百姓指着你们 你不作为你就是卖国贼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退步 敢自软 所以民族主义显示出来 这个力量可能超过于党内的斗争 与此同时 央视网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报道说 2012年复日的836.8万外国游客中 中国游客约有143万人 为例年最多 中国老百姓比较理智的去对待日本 不仅仅是看到历史 也要看看现在 究竟日本人对中国是怎么样的 据我看到一个资料 50%到60%以上的日本人 不想跟中国人打仗 你光看一个是共产党的要喊要打 日本的右派要喊打 美国人又支持说你们不要打 所以这战争就不一定会打起来 但是叫喊军队要准备打仗 这是不会放松的 有网友认为央视的这则消息很讽刺 这脸打得啪啪啪 反日是一时的 但是这种狂热情绪是保持不了多久的 这种热情一过当然是一切如常 该玩的还是要玩 该去日本还是去日本 官方一再反日喊这么凶 其实明天天这时候愿意到日本去 官员们大量的那个贪污的公款 贪污的民族民膏也没地方花 所以现在公废率又特别多 中国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指出 这些中共官员们一方面高喊反日 一方面他又跑到日本去高消费 所以真正的敌对势力卖国贼 正是这些中共官员 突然失票 或者监已 我还是玩提言 我觉得原来 崩英二 或者是 直接 受褪 需要 轻? 直接